各位观众大家好 很高兴再度来到耿传媒论证谈兵节目 我是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静 今天在这边要为各位交换一下心得 报告我对于解读共军在台海周边军事活动的一些看法 我想最近大家都非常关心 共军基建在我们台海周边的海域跟空域的活动 我们也知道两岸关系相当不目 而且所有沟通对话的管道也都中断了 而目前国外有很多智库学者 甚至连美国国会的众议院的中国特色委员会 都也来凑热闹 今天来一个兵推 明天来一个演习 然后都在做出一些算命的结果 但是台海之间究竟会不会那么容易发生冲突 我相信大家各有各的借解 但是所有这些 无论是推估发言 或者说是像去年一样 有很多退迟的将领 这个退迟的官员 退役的将领 智库的专家学者评论者纷纷的预言说台海在2022年2023年或2025年或2027年甚至2035年就会爆发军事冲突 我想每个人都有他的根据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出完整周延的看法 我想今天大家对于要去推估台海之间的军事状况 与其预言未来 然后做一些军事推演 然后列出某些结论 而这些结论最后又导引到 无论是对我们销售武器或者希望做了一些法律立法的规范 或者说单方面做什么事情 其实在很多方面对我们真正整个台湾海峡周边的情势的稳定 并没有什么很好的关系 同样的国内媒体对于这些讯息的传播 其实也有很多刻意的扭曲与失真 比如说像日本会讲说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而不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但是我们的政治人物以及某些特定的媒体 就会刻意的扭曲把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把它扭曲成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好像一副日本要来帮台湾来撑腰 其实这些都是刻意的去吹口罩 或者吞服政治摇头丸帮自己来推演 那对于很多的军事这些兵器的推演 我上次其实有跟各位观众朋友有交换过 所谓的这个模拟科技有所谓模式模拟或者操作的模拟 以及兵器的推演 而这个模式模拟modeling只能做非常小部队的作战的分析 而且必须要反复的这样演算 但是他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大规模的战争场景的模拟跟推估跟分析 所以模式模拟基本上是属于分析式的兵器 那另外一种来去训练人机界面 比如说这个飞行的操作仪或者舰船去靠拨 用某些特殊的这个驾驶舱 或者某些舰船的模拟的舰船操作系统 配合的溢压产生的那些真正在驾驶这个座舱里头 或者这个在这个舰船上驾驶台或舰桥上面 那些真正的颇勇的效益 那些是训练我们人机界面以及操控机器 所以有很多那种模拟它去飞机的起降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称之为操作模拟simulation 那这个也毫无任何推测 这个就是任何预测的能力 最后一个所谓冰棋推演 我想上次也跟大家讲过 冰棋推演比如说商学系的学生 为了训练学生如何买卖股票 它设计了一个假的这个股票证券的交易所 像个耗子一样 然后呢利用电脑产生某些股票 这个蓝色绿色涨跌 然后大家这个练习去填注买单买进卖出 然后想办法去感受这整个作业的程序 或者法律系的学生 专门呢去设计了一个就是实习法庭 让有的人扮演法官 有人扮演这个检察官 有人扮演律师 有人扮演嫌犯 然后实施法律之间攻防 这些也都是属于程序模拟 甚至还有某些这些专门针对这个程序 比如说这些这个征讯 这个有很多这个警政的学校 如何征讯的犯人 他设计了一个审讯室 如何来做 像训练情报员的有关情报的训练单位 他甚至为了想到这个情报员被俘虏的时候 被人家就是逼供拷打也设计了同样的场景 这些都是所谓的这个兵棋推演 这些work game呢 基本上来他的寻找是些程序 或者想办法去产生这种模拟的情绪 是对那个人呢 以及去感受这些程序以及过程 然后呢 希望能够增强他对这个事情的掌握 跟了解能力 他能不能真正的预估 然后推估 说到未来的情绪是怎么样 能不能从一个这个法律的这个实习法律的攻防 然后去推估你打官司一定赢或败 或者从一个模拟的这个股票 这个证券的交易所 去推估哪一档股票会涨 或哪一档股票会跌 其实都没有这个办法 所以呢 他基本上来讲 这些兵棋推演在寻找怎么样做 一定会错 而不是怎么样做一定会对 那因为台海这些情势啊 这个周边的军事活动 然后呢再加上这些啊 兵棋推演 而且大家啊 把它会声或影啊 讲得非常的可怕 然后呢 在这个样的情形 我们对于啊 整个状况的啊 这个判断跟啊 掌握 其实也产生了问题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想啊 对于啊 我们现在看到共军基建 在我们台海周边的活动 我认为要有啊 这个底下几点认识 或许因为啊 这几点认识 大家好好的思索 会对啊 我们整体的这些啊 状况会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我想第一个啊 就是误认啊 误判就是所谓的平日啊 练兵处 就是战时用兵地 我们呢 几次啊 台海之间啊 相当的紧张 然后呢 像95年 96年的导弹试射 或者说是啊 这个去年 Nancy Pelosi啊 她啊 去年八月间啊 来到台湾之后 然后呢 这个双方啊 情势紧张 共军在我们周边 这个宣布了所谓围台的军演 以及导弹的试射 那也有了很多的共军机舰啊 大举的在我们旁边出没 那就有很多人啊 都会在这边啊 推想说 哎 这个就是啊 真正的在模拟啊 如何来啊 这个就是攻略台湾 那今年的四月呢 又啊 再发生啊 就是说 这个蔡英文总统 在利用初访啊 友邦过进美国的时候 会见呢 美国的众议院议长啊 这麦克尔西 然后呢 这个中国大陆 又是强烈的军事反应 又有一些啊 这个军事啊 周边的活动 然后他这次啊 不是讲围台军演 而是说还台军演 特别讲了 在台湾海峡 台湾北部 台湾南部 跟台湾啊 这个东部啊 这个不同的海域 实施各样不同的操演科目 那当然有很多啊 就是军事的评论者 或者说是 大家讲的所谓的 这个战略名嘴啊 都啊 在那边讲 说这个操演区 是因为啊 要如何如何 比如说是要阻断啊 这个美国跟日本来源 这个呢 是应该啊 是如何如何 是要抗拒啊 美国啊 这个航舰呢 的干涉 这个呢 是阻断啊 是向南的航道 就根据美国的操演区了 做出了很多啊 这个解释或解读 但是呢 我认为这个观念啊 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他们啊 都是啊 想到一句话 就是平日练兵处 就是啊 暂时啊 用兵地 那我 基本上来讲 我是非常反对 这个啊 就是解读的方式 为什么呢 假如今天中国大陆啊 真的要入侵台湾 他会不会把他真正 未来的啊 就是真正的底牌 先到你面前看 哦 我们从北方啊 要这个入侵 我们从南方 然后真正的 兵民前下 然后在这个海滩外面啊 排回 把这个秀演给你看 我在想啊 就算再糟糕的 军事指挥官 不会说是跑到 这个就是 他的对手前面 将他的所有底牌 掏出来给他看吧 我想这种啊 就是说 因为他如何的操演 然后判断 他将会啊 这个照本宣科 按照他原来 操演的方式来入侵 这种想法啊 实在脑袋啊 只有一根筋 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我可以提出几个啊 就相反的例证 譬如说 我们都知道 这个当初啊 日本帝国海军 有偷袭过珍珠港 请问一下 他那个时候啊 这个年年都有 舰队的会朝 他都是拉到 南部的这个 毕斯麦啊 群岛这一带 然后往南太平洋 那边去啊 演练 他就算啊 真正要练习去投弹 投那个鱼雷 然后来去 这个就是攻击啊 停泊在珍珠港里头舰艇 他也是在鹿尔岛啊 那边啊 秘密的在那边啊 这个实施啊 这个演练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他有没有真正跑到啊 就是说 珍珠港前面 然后呢 去好好的演一遍 给美国看 将来我就是要预备 这样来偷袭你 当然是没有嘛 那今天讲说 哦 因为他是要偷袭 所以他当然不会到那边来啊 演练 那我们再讲 另外一个例子好了 我们都知道 法国啊 当初在伊士大战之后 他们都遇过很可能跟德国再发生武装冲突 所以他们投下了巨资 当时的法国的国防部部长叫马奇诺 他们建立了一个非常坚强的马奇诺防线 最后啊 在伊士大战的时候 还是被德国所突破 那请问一下 他建了这些马奇诺防线 等到真正那天德国来突破的时候 他有没有啊 大家啊 这个法国人也预期到 假如今天两方开战 他必然要突破 想办法突破这个防线 那请问 德国有没有在他日后突破处 天天在那个地方演练一遍 他是如何的将散兵投入 或者如何的攀附 如何用攻兵 然后把他炸破啊 这些啊 攻势 他有没有这样去演练 当然是没有 对不对 而且那个地方是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他就从那个地方突破 而且是真正防我最薄弱的地方 而且就是啊 就是用兵啊 在啊 敌人啊 所预料啊 之外之处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今天假如说 今天共军在我们周边啊 这些所有的啊 军事的演练 就是未来他攻略台湾的蓝图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逻辑上是有问题 假如你还不相信 让我再举啊 第三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当初二次大战的时候 德军啊 已经节节派退 然后呢 这个美军呢 也已经在啊 那边啊 北非啊 攻略了北非 也啊 这个入侵了 这个意大利 这时候呢 就是预备啊 在啊 西边 西边的海岸啊 西欧的海岸 实施了两栖的入侵 苏联一直催促要开辟啊 第二战场 希望能够化解啊 他在东线的压力 这个时候 德国也知道啊 这个盟军啊 大举集结在英伦三岛 也就是啊 两栖进犯啊 指日可待 这时候交代了 隆梅尔啊 这个元帅 在那边建构了 大西洋长城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 所有盟军啊 用了很多很多的 七题作战的手法 然后呢 就是硬是啊 把德军的注意力啊 拉到啊 就是啊 其他的地方 等到真正的诺曼地啊 登陆啊 登陆大举入侵 德军啊 搞了很久 他才相信 他从那边入侵 但是呢 我们要问你 在真正入侵之前 究竟啊 盟军有没有真正的 说是天天在那个 诺曼地啊 各个的海滩 什么猪诺海滩 宝剑海滩 每个啊 在那边啊 这个登陆啊 这个登陆舰啊 或登陆艇啊 在那边试登 但是没有嘛 他们去入侵的那天 就是他们在那边 现身的那天 就是啊 真正要进攻的那一天 所以我们都讲啊 军事上要攻其不备啊 要出人意表 所以呢 今天认为说 他今天在这个 北海岸这边 练兵集结 未来就是啊 北海岸要如何如何 今天啊 他啊 山东建在这边要演习 未来也就是要如何如何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逻辑啊 是有些啊 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在解读啊 共军基建活动的时候 究竟啊 要如何看 我想啊 总而言之 假如是两岸关系继续不睦 而且呢 即使啊 北京现在不断的在那边声称 他们希望的 仍然希望保持啊 和平统一 但是终究有可能 还是会爆发啊 冲突 假如按照我们现在啊 各种啊 就是恶意的就是说 复向螺旋下去 然后呢 这种啊 紧张态势继续升高 终有一天啊 恐怕也不仅是啊 不一定是啊 插枪走火 而是真正被逼逼逼 逼到墙角 最后啊 也就爆发出啊 冲突 那在那个之前的话 那既然基建 共军基建在这边活动 而且呢 这个有很多都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啊 很接近的地方活动 我认为应该啊 比较合理的诠释 是他在做战场的经营 那什么是战场的经营呢 基本上战场经营啊 他是要要去去啊 收整啊 就是增后情报 也是就说了解啊 所谓增后情报 通常我们称为啊 就是这个Signature and Measurement of Intelligence 也就是根据我们日常的军事活动 所产生的各种信号 特征 或者这些东西 然后经就长时间的收整 跟呢 就是这个统计 然后去了解啊 这个究竟 譬如说 假如是今天是演习的旺季 会有哪些哪些的增后 我们今天讲说这个军事上啊 这个只有淡季跟旺季 在夏天的时候天气稳定 那自然是演训活动的 旺季 那冬季的时候 因为啊气象比较恶劣 所以只有非常必要的演训 才会去做 所以能够去掌握啊 这个就是对方的 整个的啊 军事活动的周期 或者是昼夜之间的周期 这些啊就是啊 长时间的累积 就是他的增后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中国大陆的战场的经营啊 就是在啊 未来台海 假如当作战场的话 他也会实施兵要调查 兵要调查 当然有包括有很多的 这个就是掌握陆地的 这个各种交通啊 路线结构 这些有很多啊 当然是透过谍报人员 甚至从公开来源 从我们的有很多公布 政府公布的 这个哪个桥梁 它能够沉重多少 哪个道路它有多开 几件道 哪里连接到哪里 这些都是公开的来源的情报 这是所谓的open source的intelligence 从这些公开情报 去获得 去了解这里头的地形 地物 交通 人文 等等 这些我们都称为啊 是兵要调查 那兵要调查 当然也包括了很多的 气象情报的收集 或者气候情报 那这些都不一定啊 需要真正的啊 将基建啊 破进啊 台湾啊 附近来活动 那当然也有一些水文资料 水文资料 那也是要长时间抽集 水文资料 基本上啊 是对两种作战啊 具有非常严重的影响力 一个叫做水雷 水雷作战 就是要了解啊 这个真正啊 海底的深度 海底的底值 建山活动的 这个频繁频密的 建山活动交通的密度 以及啊 真正啊 就是说 它的洋流 潮汐 流速 流向 这些都是要 这就是它的水文状况 甚至啊 有很多的时候 也更要了解 它整个音响啊 真正传播的状况 假如它是音响啊 这个就是音响水雷 那繁潜呢 也是同样的 了解它海运的 真正活动的状况 然后呢 它去啊 就是真正了解 它很多在水中啊 对于声音传播 以及啊 各种啊 这个洋流啊 和音响啊 就是潜见啊 在海里啊 运动的各种的姿态 甚至啊 它啊 船位的偏移 这些啊 所以水文的情况 水文资料的调查 也是必要调查的之一 我们基本上来讲啊 我们经常会想说 我们今天啊 很多的时候 它的练兵处 就是未来的用兵处 我想这个 我们拿路上布雷 同样的理念 我们今天将海域啊 可以啊 分成这样 因为没有啊 一般的商船 或者军事舰船的活动 的地域 我们呢 通常就不会啊 发生海战 发生海战 通常都是在交通线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假如说今天要破坏啊 这个就是交通线 必然是在船运啊 这个船运啊 就活动啊 平凡之处 那我们今天啊 把它这样区分 假如是船运啊 活动很频繁 目标也都在那儿 而它真正的作战环境 也适合进行水雷作战 或者潜舰作战 这个就是红色海域 假如呢 是没有航运活动 但是水温的条件 非常适合水雷作战 不放水雷 或者说是潜舰在那边活动 那这种是黄色海域 或者说是呢 它这个有舰船活动 但是呢 它相关的海域啊 这个整个海底的状况 既不适合布雷 也不适合潜舰在那边活动 那譬如说因为水深啊 太浅 或者说是洋流啊 太齐 那这样子的行星的话 也是属于啊 黄色海域 那什么是绿色海域呢 是既没有舰船啊 活动也没有商业的 这个船运 然后呢 整个水温情况 也不适合水雷作战 或潜舰作战 所以我们今天啊 通常会挑哪里呢 会挑啊 这个一般的演练啊 演习 我们会挑那个所谓黄色海域 就是自然条件 非常适合练兵 但是呢 又没有真正的 实际的这些啊 商运的船运的活动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商运啊 船运活动 最密集的地方练兵 你就要去管制 交通 那你也不希望 受到它这样 来来往往的干扰 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思索 今天解放军啊 空军呢 在我们的这个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西南空域这样飞来飞去 飞去飞来 又啊 在沿着中线这边啊 飞去飞来 虽然中国大陆 根本就不会承认中线 又绕着我们这样的 绕台这样飞 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我们台湾南北啊 过往的国际的交通 以及我们自己国内航线 甚至我们直接飞大陆的航线 有没有发生过航班 受到影响冲击 或者延误的现象 而且呢 你今天啊 有没有所谓的军机啊 危险接近民航机 然后民航啊 这些啊 营运的 这个民航公司啊 发出抗议 或者民用航空的管制单位 这个发生警告啊 说是供机接近 所以你就发现啊 供机啊 即使演练 你看着 觉得它啊 这个演练的 这个数目这么多 但是呢 人家能够避开这些 民用航空活动 而不会产生啊 纠葛或者干扰 那你必须要承认 它确实是有两下子 那我们呢 经过这些 无论是静态的资料的调查 或者动态的 这些增货情况的调查 我们啊 就累续了很多资料 这些啊 数据跟参数 就是真正的决定 未来它究竟要在哪边 要用兵 各位用兵啊 除了自然啊 环境的条 就是条件能够合适 对方啊 你的对手啊 兵力如何的部署 那个部阵的态势 那才是真正影响啊 用兵啊 这个主要的所在 我们呢 用兵毕竟还是啊 要去补肩啊 对手的有身力量 要去把别人啊 这个部队 或者兵力 把它击败 而不会说是我 去占领一个地方 既不是啊 有交通便利 人文活动 或者任何的 社会经济的活动 也不那么多 你今天占领一个大沙漠 或者你需要控理一个 完全没有人啊 去了一个海洋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那当然 我认为啊 共军基建 在我们周边活动 另外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 就是啊 在啊 电子战场 电子战场呢 它就是啊 利用啊 各个活动的经过 然后携带啊 相关的电子信号的 收集装备 再啊 去收集我们所谓的 电子作战序列 叫Electronic的 这个Order of Battle EOB 也就是啊 它将每一个信号源 它的相关的参数 这个目标 这个卖波的来付率啊 频率啊 波长等等等等 全部这些参数啊 收集 那个就跟我们人呢 指纹是一模一样 然后将这些全部累积 变成一个资料库 这些就是所谓的 电子作战序列 所以呢 你会发现 这个很多的供机啊 它在我们旁边啊 飞行的时候 在既定的高度 然后呢 以特定的航线 那这个航线 从它的那边 取一个垂线 你就会发现 事实上 那个就可能是 指向某个信号源 所以我们今天啊 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 我们的态度啊 可能啊 要去思考 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啊 是不是正确 我想首先要从 平常性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啊 我们确实啊 没有任何的法律规范啊 只有想办法用政治的层面提出抗议 或者用政治的方面啊 去解读 但是你就法律 你真是啊 找不到某些东西 找到任何一个说 不可以啊 他不可以在这边活动 或者限制他 虽然啊 美国啊 这个方面 因为他跟啊 这个就是北京跟华盛顿交恶 发表了很多这些啊 就好像去谴责中国大陆啊 这个解放军不该如何 不该如何 不该如何 但是呢 当啊这个中国大陆 回来啊 反投质问啊 华盛顿的时候 华盛顿却找不出任何一个法律的理由 去啊 说他不可以 要是真正法理上讲不过去 那这个事情啊 老早就啊 冒出来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今天啊 我们去啊 在做任何的解读的时候 你还是要了解到 在法理上 我们究竟啊 自己啊 站不站得住脚 第二个 我要提到 我们当然可以做政治解读 我们政府也事实上 在做政治的操作 可是啊 那是一个双刃剑 因为呢 这个利弊啊 兼有 当然你用啊 共计在我们周边的活动 来大卖芒果干 这个其实政府已经做了很久 但是芒果干卖到某一个地步 事实上 它能够增长的 能够获得的边际效应啊 慢慢慢慢啊 在衰退之中 那到了某一个情形之下 你会不会反而造成社会的惊恐 我觉得这些啊 收放之间啊 你不是不能做政治操作 但是你做政治操作啊 这个最后会不会掉落啊 就你不希望啊 做的这个所谓的认知战也好 宣传战也好 或者去误导群众 或者去教化群众 到了最后 这个群众所思维的倾向 跟你所希望导引的方向 可能啊 并不一致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你去做啊 这个政治的操作 不是不行 你去做政治的解读啊 也不是啊 不可以 但是你永远要记得 这是利弊兼有 而且啊 都是相当高的风险 我想啊 在啊 今天这个 就是张老师啊 经常啊 在做这些啊 军事活动的解读 我觉得我在这边 还是要讲一句话 我们面对啊 共军机舰 在我们啊 台海周边的活动 你一定要要做 专业的解读 比如说 一架飞机啊 这样子啊 无人机这样 从旁边啊 这个飞过 或者一个特定的机种 从旁边飞过 它不是光飞过 你就认为啊 说它一定在做如何 它可以挂弹 但是呢 它啊 它平常挂了个弹 然后从这旁边 你今天不是很专业的资料来源 你啊 根本不知道它会挂弹 通常你要经过真正啊 具有国安专业知识 而且从这个资讯来源 对社会泄露之后 你才能够继续啊 做解读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今天讲实在话 那个飞机单纯的 你从两二维空间啊 看它啊 在台海中间飞航的航机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它有没有高低啊 的变化 假如是反潜机 它要做反潜的科目 它必然要降低高度 它也不可能很高的高空 因为很高的高空 它很多的装备 征收装备啊 实际上是无法发挥功能 假如说它今天啊 是电子征收机 它也要飞一定的轨机 它才能啊 真正做定位的工作 但是它假如只要征收啊 信号参数 那它直接啊 这样正常的飞行航机 就可以做得到 所以不同的机型 不同的机种 不同的舰型 以及舰艇上所备备 它能够产生的军事效益 以及它所能做战场经营 去啊 收整这个参数的能量 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今天 我们在对任何一个东西啊 就是啊 这共军啊 在我们周边的军事活动的时候 你一定要从专业的思想 进行判断 但是呢 你要千万不要 什么事情都无线上纲 做政治的解读 因为大家要知道 这现代共军的活动 在我们周边都是常态 但是呢 它有没有像如临大敌啊 以备战的姿态啊 向我们迫近 答案是没有 那它既然啊 以正常巡航的姿态 那我们就应该是 如何的去看待它 第二个 我们再反问 它如此的接近 我们呢 是否能够顺利的 反向去收整到 它的信号情报 这也是我们今天啊 去要思索的问题 最重要我还是要提醒啊 我们今天啊 还是要去思考一下法理 我们现在动不动去强调啊 这个24理 24理 这24理究竟是从海岸线起算 还是从领海基线起算 假使领海基线起算的话 那我们就援引啊 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30条 大家看看 那是因为卫生财政 这个治安等等的理由 你可以啊 从领海基线 向外推到24理 然后从12海里 到24理是临街区 而这个临街区 就是卫生财政 怕它走私 或者啊 这个司法等等这些问题 你可以去做 问题是共军基线 跟这个完全无关 所以我们今天啊 硬是做出一个24理 那24理很可能 就是说我们希望 能够增加一些 我们去应变的众生 那你为什么不能做30理 你不要讲24理 24理大家都往那个法理 那边去思索 但是又发现这个法理 跟这个东西 跟我们真正要执行的行动 是并不一致 所以各位 我们今天面对这些问题 还是要以平常心 我其实在想 我们也不是没有进步 我们仔细想想看 我们原先啊 对于啊 供 这个就是供机啊 这个越过 这个就是进入我们防空事业区 我们那时候啊 就是说一直在那边啊 呼叫的时候 都说你这影响我们的飞航安全 对不对 但是现在发现 它是不是已经改说 你是影响我们的区域稳定 我们啊 这个假如你进入我的领空 我将啊 被迫采取应对行动 所以说我们的广播词也在改变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还是要讲 我们一切东西啊 还是要到法理规范 而且我们真正要做判断 必须惦记于军事专业 不要动不动去啊 这个无限的牵扯 或无限的上抗 牵扯到很多政治意涵 做出政治啊 解读 反而会把我们自己啊 搞得迷迷糊糊了 今天为各位啊 报告这些 我们今天啊 就为各位分享啊 到这里 我想啊海峡之间啊 这个紧张的态势 终究是要解套 我觉得今天还是要面对问题啊 去解决问题 假如两岸之间 没有任何沟通管道 而且啊 像啊这种啊关系啊 搞得这么恶化 终有一天啊 会啊发生到 我们不希望见到的结果 我觉得还是要勇敢的 要跟啊对岸去沟通 而且要将他们啊 这个理解到 我们真正的底线是什么 我们所坚持的是什么 我觉得今天啊 假如说你纯心要搞啊 台湾独立 你就也必须啊 要付出啊 要心里要付出 要为之一战的代价 你不可能说是啊 你今天为了要台湾独立 然后左躲右偿 然后呢 借着中华民国啊 借口上市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 究竟啊 我们两岸之间 何去何从 我认为 还是啊 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你究竟要的是什么 谢谢各位 我认为